大家好,我是王正恒 今次会和大家简介一下我本书《南龟课车》 和简介一下即将会举行的在九龙城书节的新书简介 我主要会分几个关键词来说 第一个关键词是世纪 第二个关键词是族人 第三个关键词是斗争 第四个关键词是爱情 第五个关键词是地方 首先说世纪这个关键词 为何我要在这年出一个小说呢 今年发生了很多事大家都知道 但我觉得任何一个文学作品 一定要在一个长的历史上 观照自己的位置 五四运动刚刚发生了一百周年 在一百年以来 现代文学建立了很多成果 我最喜欢的两位作家 第一位叫鲁迅 第二位叫陈映珍 鲁迅最出名的两本小说叫《破王》和《纳侠》 而陈映珍我其中一本最喜欢的小说就是《夜行货车》 我这本小说叫《南归货车》很明显就是想呼应前人的作品 我亦想呼应前人的理念就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里面的左翼文学传统的理念 一种有人文关怀的左翼传统的文学里面 那我这篇小说 但是我也想观照我们今天一个作家 在我们这个香港一个旧殖民的地方 我们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单纯是重复前人的作品 那我据我的分析就是 我们今时今日香港主要有两个处境 第一就是我们的基本自由是被抹削的 我们《基本法》承诺的一些所谓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是不存在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基本法》很荒谬地保留了旧殖民地 其中一个是资本治愈传统 我们香港实施着 所谓的简单低税制 我们有钱人可以收的利得税税率很低 但是我们穷人的位置是怎样 我们没有标准公事 我们没有基本的劳工保障 甚至是《基本法》所承诺的罢工权 我们都不存在 那我的小说就是想观照 在这两重的剥削底下 人的处境是怎样 那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不同角色 包括一些码头工人 那大家都知道了 在大约十年前左右 香港发生了一场码头工运 那里的码头工人的处境就是 他们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他们需要在一个农机上面 拿着一个胶中去厕所 我里面有地盘工人 地盘工人他们工作也没有保障 他们经常会受到工伤 我们小说里面也有什么人呢 也都有今时今日的学生 他们被迫写一些违心的文章 最终是他们要拿回文章 再消卫文章 我小说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 那进入第二个关键词 就是竹忍 竹忍的竹是蜡竹的竹 忍是忍微的忍 即是我的小说 是希望好像一个火具一样 照亮一些城市里面 很幽微 大家觉得它不存在 但它又是在大家身边的人 我们香港所谓的穷人 就是政府定义所谓的穷人 但其实远不至于此 接近100万 一个这么高度发达的城市 竟然有100万个穷人 其实这个很荒谬 甚至我认为 所谓的中产阶级 香港的中产阶级 他们也都面对着一个很困难的处境 为什么 因为中产阶级 他们一方面接受不了 穷人可以受到的基本生活保障 另一方面 中产阶级 他们需要面对很大的债务 就是因为他们一定买楼 他们被重重的债务去压迫住 所以其实香港整体上的人 生活是远远不能够得到幸福 那这个就是荒谬之处 那我希望以文字去照亮一些 那么微小的人 那例如刚才讲过 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例如我还会写到 城市里面 一些北方来到的妓女 甚至是一些 他因为政府禁止了拖望暴援 那他们不可以再足语的愚民 最后有一个就能为佳童 然后周街放火 然后还有一些合约教师 他们没有一个长约去保障 他们只能够逐年逐年逐约 于是他们就不停受到这个制度的剥削 他们必须要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文件工作 去应付外来的平衡制度 我希望这小说可以好像一个火具 照亮这些城市里面隐眉的人 但我和这本书 和一般很传统的人道主义关怀 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进入下一个关键事情 就是斗争 我相信所有的历史都是斗争的历史 一般的人道主义作家很喜欢 将那种人的卑微视为一种美学 从而定格了去 令到人没有了行动的能力 但事实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振扎和斗争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由斗争推进的 我小说里面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反抗 例如刚才说的码头工人 他反抗的方式是什么 他很喜欢参加拳赛 他在拳赛里面打低对手 去给自己一个生存的动力去反抗 再举个例子 我有一篇小说叫《狗哥》 狗哥就是一个援交妹和一个便衣警员的爱情故事 那那个援交妹在中学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因为她妈妈要上大陆找她男朋友 结果她就因为长期没有上学被人开除了 结果就进了一间她不喜欢的中学 那她两个做了一件我觉得挺浪漫的事 就是一起去买烟花 然后找回当天踢她出校的训导主任 然后用烟花炸她家 我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充满着斗争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卑微的人斗争的过程 从而定格了她成为一个作家的雕塑 一个美学的作品 我们必须要正视她在生存里面的一个挣扎 所以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斗争 那第四个关键词就是爱情 那很多时候我们看现代文学的时候 会觉得革命加爱情是一些很老土的方式 但其实我个人来看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何尝在人生里面 又不是经历革命加爱情呢 革命和爱情是我们人生里面 两个很基本的生存要素 那为什么我要写爱情呢 那例如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那个 援交妹和那个便衣警员 她们本身是一个充满缺陷的人 例如那个便衣警员她本身是一个不举的男人 而那个援交妹就是一个单亲家庭 她人生有很多不幸福很不如意 但是这些充满残缺的人 只要他们营结在一起 团结在一起 就会形成一个很强大的反抗力量 甚至我认为在这个年代下 作家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个很卑微的 因为其实民事在这个年代是不值钱的 这个是不幸的地方 但是我也认为这个是写作最幸福的年代 为什么 因为作家 因为他们作家可以处在一个这么卑微的位置 他才可以和那些穷人和那些卑微的人一起 连成一线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刑事他们 所以我有一篇小说写《火的豁如》就是 那个私人因为失业了 结果要去建造议会的学校去学销行 他认识了个工人 两个人继而成为好友 有一次工人没有钱 那个私人借了一万元给他 其实这篇小说就说 作家不单止是外在于那些穷人 作家本身也是一个穷人 可以和穷人连结在一起去抵抗这个世界的压迫 那第五个关键词就是地方 那地方大家如果看这本《南龟》货车 就会留意到大部分的小说都是新界西出现的 那为什么我要写新界西 那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我本身住屯门 那我想写我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新界是一个处于自然和城市之间的交界 你很奇妙地你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穿梭交野公园和城市 可以出出入入 我认为香港文学里面很多的城市书写是忽略了自然这部分 而香港本身是一个充满着自然地境的地方 我认为香港这个城市 除了是充满着异化和压迫 但同时我们可以有丰富的自然之余 去找回人最基本的存在状态 再继而在自然之取力量去反抗这个世界 例如我写刚才讲的小说 有一对合约教师的男女 他们因为学校夏年有教育局来外平 他们要帮学校处理文件 是要做文件 因为他们的会议记录不齐全 他们要作一些会议记录出来 他们每天五点半就会去交野公园那里揭一揭 然后回来面对这个世界 我希望去呈现香港那四分之三的位置 而不单止去呈现那四分之一的城市景观 再来一个总结 就是我这本书也有不足的地方 例如我小说里面是充斥着异性暖的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进不到这个痛性暖的世界 这个是这本书失败的地方 那还有我这本书是我不能够写小数族了 因为我进不到他们的世界 但是这个失败的地方就是 只是需要其他作家或者后来的作者 继续去补充我的作品的地方 那我希望就是用回鲁迅的立喊来作结 我以为每一本书都是一种立喊 而立喊的目的就是要令到其他人跟我一起立喊 去迎合这个众声 小说相对于史传是一个弱势的声音来 在中国传统上面 但是只要小说聚合在一起 他们就会形成有力的立喊 好 我说的就是这么多 谢谢 请不吝点赞